今天有请我们武汉的孩儿子 周密 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 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离别 全看着你我爱的脸 把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 那马路上天天都在塞 每个人天天在忍耐 没有你日子和黑白 原来这样就是恋爱 我想要你在我身边 分下生命中的一切 我想要天天说 天天说 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 太阳天或下雨天 人情人的咖啡店 找一个人想你舒服的角落 看着情人间靠间 慢慢张开我视线 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 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离别 想看着你我爱的脸 把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 那马路上天天都在塞 每个人天天在忍耐 没有你日子和黑白 原来这样就是恋爱 原来这样就是恋爱 我想要你在我身边 分下生命中的一切 我想要天天说 天天说 天天天对你说 我爱你 我爱你 那马路上天天都在塞 每个人天天在忍耐 没有你日子和黑白 原来这样就是恋爱 我想要你在我身边 随着生命中的一切 我想要天天说 天天说 天天对你说 我有多爱你 天天说 其实我知道周密每一次来到武汉录节目的时候 自己的家人都特别想来现场 马松上次他们来武汉的时候 爷爷奶奶都没有机会看到他 然后他的阿姨晚上送了龙虾 去了宾馆才看到了周密 所以说见亲人其实都很难 但是今天爷爷奶奶来了 周密的爷爷奶奶在哪里 周密的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好 说几句吧今天很特别 来 谢谢音乐期间 然后把我姥姥姥爷请过来 因为我回武汉已经回了四次了 这是我第四次回武汉 然后 《Super Junior M》已经出道100天了 那在这100天呢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然后 我看了好多支持我的歌迷们 包括今天来到现场的路上 真的谢谢你们 我觉得大家让我成长了很多 成熟了很多 然后我希望在以后的路上呢 大家也能继续支持我们《Super Junior M》 然后 谢谢大家 加油 谢谢周密带来这样一段 让我们非常感动 也非常温馨的祝福 那今天在这样一个《Super Junior M》 成了100天的日子里面 周密的爷爷奶奶来到现场 那我们今天让爷爷奶奶 跟自己的孙子打个招呼好不好 爷爷奶奶 来奶奶 好 奶奶牌子可以放下了 都知道你举的是周密 非常支持周密 支持大家 爷爷 爷爷今天是第一次现场 看自己的孙子表演吗 今天很高兴 能看到周密啊 在这么多歌迷的支持下 我们代表家人啊 给大家表示感谢 其实 无论是周密 还是Super Junior M的每一个成员 比如说他们其他的成员的家人 可能不在这个中国 比如说Henry的家人在加拿大 但今天周密非常的幸运 自己的爷爷奶奶 可以在我们的现场 观看自己的孙子的表演 所以希望代表 我代表音乐积极号节目组 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 你们的孙子会越来越骄傲 你们的孙子也会越来越好 好不好 谢谢 其实说实话 跟周密也很熟 然后 我觉得周密一路走过来 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在那边也是特别希望大家以后 都能够多多的支持周密 支持Henry 支持Super Junior M的每一个成员 长大了加油 好 好 今天既然是Super Junior M 成立100天的歌会 当然要听说 那刚才我说了 在这100天当中呢 你们所有的人 陪他们一起走过 所以在他们心目当中 至少还有你们 让我们掌声有请Super Junior M带来 至少还有你 有请 有请 employers 我爱了眼睛 我要抱着你 我爱了眼睛 只要抱着你的周恩 有落歲月的痕跡 直到肯定你是真的 直到失去力氣 為了你 我願意 多愛不濃痛 也要看著你 直到感覺你的發現 有落白雪的痕跡 直到心線變得模糊 直到不能呼吸 要我嗎 心應不利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棄 至少還有你 直到我去珍惜 愛你在這裡 這是生命的奇跡 也許 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記 只是不願意 失去你的消息 掌心得知 我總記得在哪裡 我好愛不及 我要抱著你 直到感覺你的發現 有落白雪的痕跡 直到心線變得模糊 直到不能呼吸 直到無能呼吸 直到無能呼吸 讓我們 心裡不離 如果 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 即使还有你 知道我最珍惜 还在这里 继续生命的奇迹 也许 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 只是不愿意 失去你的消息 你掌心的痴 我都记得在哪里 我们好不容易 我们生不勇气 我怕时间太快 不够将你看自信 我怕时间太慢 你也担心失去你 你恨不错一夜 只剑白头 永不分离 如果 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 只剩还有你 知道我最珍惜 还在这里 就是生命的奇迹 也许 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 也许 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 只是不愿意 失去你的消息 我总为你 在这里 再能力 谢谢 今天呢 其实在现场 除了有他们的精彩现场之外 各位还是有一些福利的 对 待会儿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些摇臂的摄像机 我们会动起来 摇到谁的话呢 你们有奖品呢 所以呢 我们每个人要保持最饱满的情绪 最灿烂的笑容 为他们亲一声 好不好 好 好 我们看着大屏幕 来 手臂摇起来 手臂 手臂 手臂谁 那挖请 那我现在让雪原选第二位 第二位雪原来 再一次起来 究竟是谁呢 那一位戴眼镜的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聊一会两位吸引观众 那我们也会准备一个 这个神秘的礼物送给大家 谢谢大家能够 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 为他们来庆祝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 那其实我们知道 Super Junior M出道到现在呢 已经有一百天了 那这出道从 四月份到现在这一百天 其实发生了很多很多事 那我们想问一下 韩庚作为这个 Super Junior M的队长 你觉得在这一百天当中 最让你们难忘跟快乐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呢 确实我们七个人回到中国 发生了很多事情 尤其是四川的地震 那真的是让我难忘 就是我们做的一些公益活动 和大家一起去帮助那些困难的人 在这里呢 我也谢谢大家 能跟我们七个人一起 努力去帮助他们 能走出困难 也能走出阴影 那我们希望在重建家园的时候 我们也能出一把力 去帮助他们 谢谢韩庚 其实呢我觉得韩庚作为队长 我觉得也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呢其他的成员 应该也都对他充满着爱和感激 我倒想问一下韩庚了 你是怎么评价其他队员的 刚开始说这个其他队员呢 都非常的善良 善良 就是善良两个字啊 都是好话对不对 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 善良就可以代表一切 因为你真正善良才会拥有快乐 简单的才是快乐 那刚才呢韩庚用两个字善良评价了 我们Super Junior M的这六位成员 那其实他们Super Junior的成员 是怎样评价韩庚 大家想知道吗 那好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一段VCR 看看Super Junior的成员 看看Super Junior的成员 怎么来评价韩庚的来看VCR 对韩庚版Super Junior的成员 韩庚在大家眼中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来听听韩庚自己对于这段评价有何感想 因为其实以前在食物导的时候 这是练出来一个肌肉 所以不是很好 在跳舞的时候会很好看 是吧 那其实今天Super Junior M来到这个音乐集结 他们在这一百天当中呢 因为他们有中国人也有韩国人 所以在这个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 一定有肯定